那么我们这里呢 要创建这个表 是吧 Employs 然后呢 这里有两张表 一个是员工表 Employ ID 自增 组件 非空 资质增长 NAM 然后呢 非空 这里没有说是什么 唯一的 是不是 还有呢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公司里面 有可能有什么 大张小 小张小 是不是 有成名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个NAM 不能是什么 唯一的 还有接着 只能是男和女 不能插入人妖啊 之类的 其他的 然后呢 还有Centary 这是什么 我们的月星 它是动态的 是吧 这里 数据类型是动态的 接着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职位 ID 这是外界 那么这就意味着 先创建蓝帐表啊 创建我们的RUNK表 是不是啊 RUNKID RUNKLAM 这个自增 很简单 然后呢 查入数据 好 在这儿 在这儿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这里是100开始 我怎么让它从100开始啊 对不对 好 我们待会来看看啊 好 然后呢 这边是1开始 接着呢 我们要查询所有的信息 然后呢 9000到10000之间 9000到10000 我们是不是有between end的呀 好 这里呢 倒序 层低高到低 是不是就倒序啊 排列 然后呢 查询张的信息 是不是叫like 模糊匹配啊 显示这个最高信息 最低是不是啊 这需要什么 聚合函数 然后统计 封锁要需要 goal buy 这下面是吧 两张表的信息 这就需要联合查询 其实这个也没有难度 真正有难度的地方是哪啊 这儿 是不是啊 就是计较大家 是否还记不记得 那么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开始 是不是应该是 auto increment 是不是啊 auto increment 然后暂时下滑线是 offset还是increment啊 offset是不长 对不对 increment是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开始 来 我们来 不废话 直接来创建 我们首先创建搜集库 create 我们在这儿 创建搜集库 create 然后database 然后if not extense 然后呢 implace 是吧 好 我们这里呢 把它 copy过来 它其实是不区分 大家要写的啊 不区分 大家要写的 然后呢 进入 该 数据库 第一行代码 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use 进入该数据库 接下来 创建 植位表 create table if not extense 然后呢 ran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有一个叫做rankid 一个是rankname rankid int notno 然后呢 prameric 主件 auto 然后呢 increment 自尊长 是吧 more就是一一嘛 接下来rankname mercha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给的是多少长度啊 20 非空 记着啊 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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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notno 这里说一下 这是职位id 这里注释我们可以警号也可以两个杠杠是不是 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 这里是职位名称 注意他说到了要注释 注释有注释有分的 接下来我们要插入数据 插入哪些啊 就是技术总监啊 这些啊 好 来 给 职位表插入数据 insert into可以省略 对不对 rank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rank rankname values 我这里是不是就可以省略了呀 对吧 前面的no 我不加什么rankid是吧 我甚至这个地方加一个这个字蛋 我前面就不用都加no了吧 复制粘贴 四个 那么我们在这儿 把这剩下的几个 给大家copy过来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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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工程师 这里我们就拖个蓝,在这复制一下 Employs 去掉一个s,是吧 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有哪些字弹啊 是不是ID啊 主件,not know int,not know 然后呢,Permary可以 好,我们后面,我们要设置那些是在哪设置啊 是不是在后面设置啊 好,在后面设置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需要设置 Auto Increment 这方面需要设置吗 我们待会在外面设置,我们看看啊 接下来 还有就是我们的Name Verture 这里是多少个啊 是20个,是吧 还有Jed 是不是非空啊 Not know Jed Chel 两个 检查约素 Jed Jed 因 Lan 女 其实啊,这个MateSicle是默认是没有检查约素的 但我们这写它也不报错 这里要注意 然后呢 薪资 7 2 Not No 还有一个 职位 Rank ID Int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是不是要设置外键啊 还记得外键怎么设置的吗 是不是 Forengic Forengic 然后呢 我们的Rank ID RefSource RefSource Rank Rank ID 对吧 这就好了 然后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 设置它的外键 对不对 设置外键 设置它的增长 然后就是 Auto Increment 设置它 等于什么 100 Auto Ob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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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1 好 接着呢 Insert 我们插入数据 是吧 给员工表插入数据 来 这里插入数据 是不是 101 是不是 这里 我们这块 要不要写 不用写吧 这是李军波 蓝 9000 3 对不对 好 Insert Employ 括号 Name Jaden 然后Cenery 然后Rank ID Values 这里呢 李军波 蓝 9000 3 9000 3 OK 我们复制一下 一共几个呀 四个吧 还有 郭锦衣 郭锦衣是这儿 然后是12000 是吧 12000 12000 然后呢 是张力军 8700 还有那个姚欣 9500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然后呢 还有盛凯兰 蓝 9200 9200 好 来 改他的Rank ID 3 2 4 13 3 2 4 13 这是不是就好了呀 好 来 咱们走起 好 在这里呢 是哪儿的问题呀 是这儿的问题 是不是啊 这儿说是什么 报错 是吧 报错 那么是不是 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给他 加上一个值啊 这里面要加东西啊 加什么 Auto Inc 好 我们刷新一下 找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对吧 来看一下 这个表 打开表 好 这里呢 我们需要给他 重新删除一下 是吧 重新删除一下 然后呢 JOP Table Employ OK 问题 是吧 嗯 Auto Inc 等于100 是哪里 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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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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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儿的问题 需要加那个吗 需要加 嗯 Aloter吗 好像不需要加吧 嗯 来看看啊 嗯 是不是要加个set呀 对吧 要加set啊 要加set 在这儿 存心 存心执行一下 OK 好了是吧 嗯 好了之后来执行一下 这是不是都好了呀 我们来查询一下啊 查询一下 转开的哦 转开的哦 这地方少了个key啊 少了个key 好了 然后Employ 好 这里呢 有个问题 来看一下 就是修改 修改 ID的 就是默认 起始 只要 层101开始 这个我们之前说set是不是啊 set给它设置 但是这个地方啊 很怪异 一般来说set就可以执行了啊 好 执行一下 OK 这是不是就好了呀 101 101102103104 好 这块我们把它记下来啊 这块把它记下来 修改ID默认值从哪开始 我们给它加上 在这儿 在这儿 1-2-1-3 修改 主件 ID 第一 默认值 起始值 ok 起始值 我看啊 这块要记下来 好吧 把这块 然后这里是表名 然后呢 等于101 它的其实值从哪里开始 101开始 开始 那么我们这块呢 我们这个呢 就全部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我们这些题 首先呢 我们从这儿到这儿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们给它 首先第一个题 插行任何表中的所有数据 是不是很简单 slated share from rank 这就可以了 这就查询出来了 这第一个题 第二个题 查询 employ表中月薪在 9000到1万之间的员工信息 并中文名显示 标题列 OK 来看一下 slated 先是sir from employee em 好 这里 你想让它提示 你就这儿找到我们 找到我们这个 当前连接的地方 找到我们的 字句库 它就有提示了 看了没有 employ 然后where 然后scenery between btwen 9000 and 1万 好 那么我们呢 先把这里的数据 先给它呈现出来 对吧 出来了 三个 出来了三个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给它显示这个 对应的值啊 employ id 困预格 员工ID 然后呢 name 困预格 姓名 员工姓名 接下来 接的 性别 然后呢 scenery 薪资 我们给它换一下 最后一个 rank id 职位 id 这是不是好了呀 好 收出来了 就四个列嘛 很简单 接下来 查询他们中的信息 并以月薪 层高到低 slated sir from employ where 这里直接是order by order by 谁啊 scenery 然后呢 dese 是不是 降序啊 降序啊 降序 这时候就出来了呀 出来了啊 好 然后呢 姓张的信息 slated sir 这里呢 用到了我们的模糊匹配 是不是啊 模糊匹配啊 姓张 张是不是在前面啊 并不说包含张啊 姓张 employ where name like 对吧 好 张 百分号 就是这样的 来看看 出来了 是吧 最后 我们这里呢 显示员工的平均薪资 最高薪资和 最低薪资 slated from employed OK 首先是平均薪资 ivg scenery OK 给它取个编名 直接复制一下 平均薪资 混一个啊 记着 然后呢 最高薪资 然后max scenery 空一个 最高薪资 然后呢 最低薪资 my scenery 然后呢 最低薪资 来看一下 数就出来了呀 平均 最高 最低 第六个 查询 分组 来 怎么做 slated from employed 是不是要去 来分走的话 我们要需要 什么来分走啊 grow by 是吧 OK grow by 然后呢 接的 这里啊 看好 接的 逗号 然后呢 是content 接的 女一个 蓝 四个 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 就是 必须要把前面这个阶段 要查一下呢 你不查 哪知道是 什么性别 对不对 所以说啊 把性别查询一下 然后这里就出来了 好 你这里呢 再是性别 然后呢 塑料 OK 这就出来了啊 性别啊 不是姓名啊 性别 最后一个 就是查询 我们employed 是吧 信息 这里是不是有多表连查啊 多表连查 多表连查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啊 我们用两种方式 好吧 一种是inner 暴力的啊 from 首先是employee 1 然后呢 rank r where 是吧 1.r rankid 等于 r.rankid 对不对 好 给大家换一行 这里呢 要显示 name 谁的name啊 是不是1.name啊 OK 这里是员工姓名 你ers可以省略啊 中间给个空格就行了 接的 就是员工 性别 然后cenary 记着 这里 这里如果是 它没有重复的 没有说是两张表 都一样的 你这前面这个前缀 可以省略啊 好 然后呢 salary 薪资 然后 逗号 最后是不是 r.rank name 职位名称 这就好了啊 来看看 对不对 这就揣了 好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我们给它分割一下啊 第二种 我们复制一下 好 在这里呢 是 inner join 是吧 inner join 也就是rank r 这里 where 改成out 就可以了啊 这就可以了 这两种都可以 你愿意用哪种都行 我反正比较喜欢用这个 是吧 省事 不用写什么 一哪儿 交引这些 好 这些呢 都是做完了 这里面最难的地方呢 就是哪里呢 古今你们都会遇到问题 是不是啊 就是这块 对吧 起始值 起始值这块 我也搞忘记了 是吧 好 行 大家呢 待会儿把这个做一下 好吧 好 好